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先是租住了胖叔家的山间小屋 胖叔热情的给他们介绍了房间的布局和周围的环境 这里人烟稀少 最近的邻居是位于三公里外的短发婶 不过胖叔说 这个短发婶脾气古怪 尽量不要打理她 接着小美看到房间的墙壁上挂着很多张合影 茶几上还放着一本影集 里面也是不同人的合影 胖叔说 这些都是在这里租过房子的客人 自己很喜欢摄影 这样做也是想给客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说着就拿出了相机 给小帅两口子也拍了一张甜蜜的合影 随后简单的收拾了一番 天就已经很晚了 小两口累了也就早早的睡下 可到了半夜时分 小美却被噩梦缠绕 梦中的她正在生孩子 谁知孩子刚已出生 就被一个陌生的女人给抢走了 小美惊醒了过来 隐约的看到门口似乎闪过了一个人影 可过去查看却又什么都没有 转过天 小美跟着小帅到森林里去采风 本来心情是挺好的 可总是在不经意间看到人影在眼前飘过 而且还不止一个 小美问小帅有没有看到 小帅却不耐烦的说 你这是又犯病了 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药啊 原来小美在家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幻觉和幻听 医生给开了药 但小美却瞒着丈夫偷偷的把药给停了 她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 见丈夫这样说 小美也没有办法 只好默不作声 而接下来的日子 小美开始被种种奇怪的景象与声响所困扰 那几个频繁出现在她家四周的人影 也逐渐的清晰 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 但勉强能看出 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一个年轻的女孩 一个中年女人 还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 可每次小美要看清他们的脸时 他们都会消失 小美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该吃药了 这样下去非疯了不可 小帅也劝她 多到森林里去转一转 不要蒙在屋子里 小美调整心态后 果然这些诡异的人影都消失了 然而这天的夜里 小美和丈夫不可描述后昏昏睡去 半夜醒来她又看到了鬼影 这次出现的是那个小男孩 而小美看清了对方的长相 感觉自己在哪里见过 接着男孩一路将小美 引到了森林的小河边 然后指着指一块空地 小美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等小美回过神来时 对方已经消失了 而此时天已经大亮 小美发现自己在森林里迷了路 幸好胖叔开车经过发现了他 随后送小美回家的路上 胖叔问小美和小帅的感情怎么样 小美说很好 但胖叔却神秘地笑了笑 并说让小美没事多看看家里的照片 那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小美感觉有些疑惑 但也没有多想 回到家以后 小美仔细地翻看那些照片 竟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小帅 而在她的旁边还有一个庙林女郎 没想到小帅竟然在这里偷过心 小帅回来后 小美质问她怎么回事 小帅也只好承认 在小美怀孕回娘家的那几天 自己没忍住 和杂志社女同事出差时 发生了苟且之事 小美听后 气的直发抖 马上要走 不过在小帅的保证下 小美还是原谅了她 这让躲在暗处的一个人影 很是失望 转过天 小美在收拾家的时候 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相框 发现原本是一张情侣合影的后面 居然还有一张照片 而这张照片 竟然是两人被杀死后 摆在椅子上的合影 而小美认出 他们就是那一对模糊的情侣人影 结果又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就是那个小男孩 小美忽然想到 那个小男孩带她去的地方 她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那里一定埋着什么东西 于是小美拉着小帅一起去挖掘 结果在那里 发现了一具腐烂的尸体 正是那个小男孩 两人也是惊呆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他们想明白 胖叔突然出现 一斧子将小帅砸晕在地 小美要跑 也被他给打晕 等小美醒来 已经是被绑在了椅子上 而站在面前的胖叔 开始了揭秘模式 原来胖叔和妻子花婶 非常的恩爱 可妻子后来因病离开了人世 胖叔非常的伤心 整天殉酒 有一天 他看到了妻子的鬼魂 出现在了门外 也就是小美看到的 那个白衣服的中年女人 胖叔赶忙过去 问妻子有什么诉求 妻子说自己很孤单 想找一些鬼魂陪着自己 说完就消失了 而胖叔觉得 如果能满足了妻子的愿望 他就会一直陪着自己 于是胖叔将入住 在这里的情侣和家庭 都找机会给灭口 然后给他们拍照 尸体就埋在小河边 不过他找的 都是幸福的家庭灭口 如果是偷情的 或者夫妻关系不好的 胖叔还看不上 因此小帅才能当初逃过一劫 说完了这些 胖叔拿起斧头 准备将小美给灭口 可这时短发婶过来敲门 胖叔只好去应付她 从两人的对发中能听出 短发婶其实对胖叔挺忠意的 说嫂子死了这么久了 也没个人照顾你 提出想要搬过来一起生活 而这胖叔也算是忠贞不二 提起斧子就砍烂了短发婶的脑袋 而另一边 小美趁这个机会 挣脱了绳索跑了出去 恰巧碰到了还没有死的小帅 可很快胖叔也追了过来 小帅为了救妻子 拖住了胖叔 结果被砍成了渣渣 而小美这边来不及难过 拔腿就跑 结果没跑两步就摔倒带地 眼看就要没命 这时小帅那几个鬼魂 出现在了胖叔的身后 胖叔感受到了阴风袭来 回头查看时 小美趁机拿出了胖叔的腰刀 将他一刀毙命 影片的最后 小美将那些照片 连同那几个遇害者的遗物 全部烧掉 而那些鬼魂也欣慰地笑了 接着就消失不见了 故事到此结束 国情不同 鬼魂的属性也不同 欧美那边的鬼 经常大白天的就出来溜达了 但攻击力几乎是没有 远不如咱们这里的阿飘给力呀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